这个女人在神殿的废墟中 居然找到了一个外星人遗留在地球的手环 然而就在女人正在疑惑 为什么手环只有抑制时 突然一阵枪响 外面的欺略士兵 只要把他们埋葬此地 紧要关头 这个艾莎居然将手环给带在了手上 可这时 亮起的手环 似乎让女人拥有了一种神力 不过一时还不知该如何使用神力的艾莎 于是则跟对面的同伴纳结玛 分头行动逃出了神殿 然而就此一别后 纳结玛跟其他人便再也没有见过艾莎 原来这些被困地球的一时空人 为了能借助手环返回诺尔时空 在地球的百年间 一直在寻找失踪的艾莎 直到有一天 纳结玛在感应到有人使用手环时 于是这才找到了艾莎的后人卡玛拉 想让其帮忙把他们送回家 但卡玛拉停后 却也不知该如何帮他们 几天后 就在卡玛拉忙着参加哥哥的婚礼时 这便急于返回诺尔时空的纳结玛 则想要通过一种会让卡玛拉陷入危险的方式 来尽快达到目的 但他的儿子卡玛兰在听后 却担心起了卡玛拉的安危 于是他提前找到卡玛拉 并把母亲要来抓他的计划说了出来 不过话音未落 那肩马就带着妖灵族闯了进来 卡玛拉见状 于是他拉下警报 舒三重人后 他便跟妖灵们挡了起来 经过一番不断的闪躲 只见卡玛拉便被动为主动 挥舞着钻石拳 就放倒了几人 可这时 那肩马也蹦了过来 然而当那肩马刚一握住卡玛拉的手环 在他们的面前 居然出现了一道火车使来的幻象 与此同时 在海控制局的人也赶了过来 并利用声波武器 将幽灵族的几人全都给抓住了 而这个趁乱返回家中的卡玛拉 刚一躺在床上 他就接到了外婆的电话 外婆让卡玛拉跟他的母亲 赶紧去巴基斯坦找他 并且外婆还说道 说完 外婆便挂了电话 为了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是他跟母亲 两夜就来到了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 见到了外婆 在外婆的家中 卡玛拉不仅看到了赠祖母艾莎的画像 而且他还从外婆的口中得知 他跟外婆竟然也都是妖灵 为了查找幻境中火车的线索 于是卡玛拉再来到了火车站 可这时 突然一把飞刀射来 一个蒙面男孩 就向卡玛拉发起了攻击 经过一番打斗 卡玛拉发现男孩不仅知道妖灵族 而且对方竟然还了解他的赠祖母爱上 随后卡玛拉便跟男孩来到了神秘的红匕首组织基地 见到了他们的头目 并且这个头目 还向卡玛拉展示了一张 关于妖灵族家园诺尔时空的奇幻地图 这个奇幻地图 左边代表着妖灵族的家园诺尔时空 而右边则代表的是地球 在他们之间有一道屏障相隔 如果屏障一旦被打破 那么地球就会被诺尔时空的能量给吞噬掉 所以为了防止部分邪恶妖灵 利用卡玛拉的手腕毁掉屏障 于是红匕首组织 一直在暗中保护着屏障不受破坏 可这时 头目发现卡玛拉的手腕上 居然还刻有名文 上面写着 乳之所寻 亦将寻乳 但具体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头目也不得而知 而与此同时另一边 被灾害控制局抓住的妖灵们 此刻也开始了行动 不一会儿的功夫 他们就放到守卫 逃了出去 并且没过多久 纳将马他们就找到了红匕首组织基地 想要抓走卡玛拉 经过一份追逐 头目为了掩护卡玛拉他们离开 他还是被身后的纳将马刺中 遭遇了不测 而卡玛拉这边 在被纳将马用匕首刺到手腕后 卡玛拉居然被传送到了过去的时空 那么在下一季中 当卡玛拉再见到他的曾祖母后 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我是白狼 我们下期再见